歡迎收看周日的東橋Vlog 我是鮑伯 我是文 大家好,我發現今天的Vlog竟然是白天開始嗎? 其實我們今天一整天都要敞看 首先我們先上五藏小三,油頂商店街開始吧 油頂商店街的好處就是下雨天補咖啡與淋濕 然後因為這樣的商店街非常的長 所以可以稀稀地逛,可以逛上一整天喔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取材的目的呢 是因為這邊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商店街 希望我們自己來這邊逛過好幾次 然後我們最推薦的 就是這裡有一個特色的超巨大的聖誕 然後還有一個很好吃的樂牌 叫做Kitchen Ribs 五藏小三大概走五分鐘之後呢 就可以到東京最長的商店街護岳營座啦 東橋真的是一個靠天吃飯的團 對,像下雨天下降這樣 真的會讓我們非常的惆悵 但是,撐著閃,還是要硬拍啦 對 我們現在來到護岳營座商店街了 這邊也被稱為日本最適合居住的街道之一 我們現在呢,在一個商店街裡面躲雨 因為啊,我們明天要跟一個大來賓合作拍片 然後我們今天呢,是特地先過來敞看的 可是其實我們平常拍片呢 不需要特別敞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啊,我在東京已經住了快六年 所以我的生活就是我最好的常態 那,維恩我問你喔 樂營座啊,對你來說最有記憶的地方是哪裡? 我對這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跟爸我的朋友 Satomi,然後我們一起來今天拍片 而且他在那時候還順便解釋了一下就是 商店街對日本人而言是什麼 我覺得最有印象是因為他很熱愛的地方 嗯,這也是一個原因吧 欸,禽獸,欸 我們現在要離開 護月營座 現在要前往青城百合繼續敞看啦 我們現在在路營的街道線上面 因為東西很大 所以我們從一個點到另外一個點 通常都要通勤坐車很久 到青城百合囉 這一集的Vlog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生活的紀錄 就寫在這個影片裡面 對啊,不然其實像平常因為我們要上班 所以我們都是把握晚上 然後下班的時間去拍一個 看起來很像一個流暢的晚上 可是其實對我們來說都是有一點點感啦 我們現在場刊來到了 青城平原 這邊雖然要付一點輪票錢 但是可以享受到 跟一般公園比較不一樣的日式造景喔 今天住在東京的外國朋友啊 也不一定會在每週末在東京旁邊造 可是因為我們是部落客的關係 所以才有機會深入的探索東京喔 所以我雖然才來東京短短兩年 可是我去過的地方已經超級多 太大幫我吃神經 吃飯囉 這家叫爽名字啊 青城百合一定要吃的生川腐飯 生川酥 這碗湯的生川飯啊 你可以知道它的那個蔥的甜味 然後又有一點蛤蜊的海鮮 然後跟香香鹹鹹的感覺 整體來講的話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下飯 現在其實已經快四點了 才來吃中腸 對因為我們為了拍片的關係 所以吃飯和吃飯中間不是很固定 像如果拍美食吃或一日有的話 可能就是每一兩個小時就要吃一樣的東西 然後有時候可能是這個早餐吃完 可能就要接下午茶這樣子 我們現在要嘗嘗的地方 是生川江戶資料館 這邊呢有生川接到江戶時代富有的樣貌 生川江戶資料館是難得 我們兩個都沒有來過的地方 感覺這裡真的是蠻特別的 而且竟然有就是Bob做了六年 然後沒有來過的地方 片要拍但是呢朋友也要見面 所以我們現在約了一個朋友Simon 結果我們發現Messenger有這麼厲害的功能 很像寶可嘛 對啊那我們就往前走看 能不能跟他相會這樣 好我們去抓Simon吧 Simon在這裡 我們兩方都在尋找對方當中 我們找到Simon 囉 他是青山白河的居民 見到喔 那我們跟Simon喝咖啡 拿到青山白河的場 看已經結束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吃晚餐 你以為我們吃晚餐就是吃晚餐嗎 錯 我們要再拍一集 拍了一天喝個啤酒吧 拍了一整天喝可樂吧 有點小妹 又靠著晚餐征服了一家餐廳 距離東橋百大餐廳的計畫又更進一步囉 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在年底 達到一百家餐廳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那麼努力拍餐廳的原因 我們希望每一個資料夾都塞滿十家左右的餐廳 這樣夾起來就會有一百家的餐廳 所以這裡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在 開吃的東西上面 吃完飯了還有一件事情沒有做是什麼 我爸給一定要喝的珍珠奶茶 找了兩個家真的都爆滿 都已經九點半了還是拍不到珍珠奶茶 為了要喝到珍珠奶茶 我們現在繼續前往元素 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再想看怎麼辦 好 我們走一走到表餐廳 現在遇到的就是一年一度 九月十五號才有的Vogue 東京的Fashion Night Out 我生日是九月十四耶 難道說明明就透露著 我跟Fashion只有一步之差 UNIQLO Fashion Night Out 也是可以的啦 可以啦可以啦 我們應該是這個Fashion Night Out最宅的兩個 兩個路人家 宅Fashion啊 宅帥啊 黑白雙上 我們剛剛九點五十六分的時候 到路腳巷 大家進來去我們雲門外 所以我們今天要投共茶一票 但是共茶今天既然沒有珍珠 所以我們其實喝奶茶啊 我們心中有珍珠 對心中有珍珠 乾杯 搶到囉 最後兩杯 以上就是這次拍的有點認真的東京Vlog 敬請期待之後全新期待的Vlog喔 我是宝波 我是蘇倫 好 下次見 拜拜